加入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支持良心傳媒觀看獨家視頻 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就可以享有有線觀看精彩的視頻 總編輯時間親切回應 VIP 互動機會 快點加入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第二節 國際刑事法院對俄羅斯總統普京發出第二部令 理由是他入侵烏克蘭犯了戰爭罪 消息傳出 全世界絕大多數的人都不會把這件事看得很嚴重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個法院就是一隻無牙老虎 只有他的樣子 咬不到人的 聯合國幫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當中 有三個沒有簽約加入這個法院 就是被稱為上三常的最惡的那三個 美國、俄羅斯和中國 沒有這三個參加 說是法院 實際上不過就是幾個人自暗自寫 扮下事 到時候收工 蒲酒吧的養老俱樂部 說話哪有人聽 從各有關國家的反應來看 我認為 態度最嚴肅、認真、謹慎、鄭重的都算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唯一的當事國俄羅斯怎麼反應 較為正經的是 外交部發言人和總統新聞秘書說 我們不受理這個所謂法院的管轄 採你都傻 至於各位數以朗禮文名的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 梅德惠傑夫就更加封數了 用足這個可以過嘴唇的機會 他所說的大意是這樣 這個法院的法官和檢察官 麻煩你們額高個頭看看 想像一下一枚超高速導彈 對著你們這幢大樓打下來的時候 是怎樣一個情景 翻譯一下就是 拉普京信不信我先弄死你 簡直是死亡威脅 這樣也未止俄羅斯還玩回頭 也宣佈對國際刑事法院的法官和檢察官 展開刑事調查 玩東西了 看看誰玩死誰 美國和西方的盟國包括烏克蘭 他們的領導人被人問到怎麼看這個地步令的時候 都輕描淡寫 敷衍一句 好 對的 就是這麽多 至於怎樣抓 怎樣審 怎樣判 怎樣運 不開口 只有一個洞 又是 你叫他們怎樣說 他們從來都沒有想過 國際刑事法院真的會抓得到普京 等於有人問他 龍肝鳳膽好不好吃 他便不斷以應酬一句好吃 難道他真的吃過油爆龍肝清蒸鳳膽嗎 中國就不同了 在外交部新聞發佈會裡有記者問發言人汪文斌怎麼看 汪文斌一面嚴肅 先說一輪中國政府對俄烏衝突的立場 然後說 國際刑事法院應該秉持客觀公正立場 尊重國家而言守 依據國際法享有的管轄豁免 應該依法審診行使職權 善意解釋和適用國際法 避免政治化和雙巡標準 有人就覺得中國政府多此一舉 只有笑的東西 用不需要搞到這麼正經 各位你們有所不知 汪文斌答這個問題的時候 很辛苦才能忍得到沒有笑出聲 他不是這樣說不得 前幾年搞南海仲裁的那個國際法院 留東西來的 你可以完全當他沒有道 而這個真正的 的確是聯合國屬下的一個機構 理論上都是叫做有職有權的 你不想受他管 當然 不過慘得過有人想被他管 你沒有他扶的 中國政府這麼多年來 在各個場合一直都強調 要尊重聯合國的地位 維護聯合國的權威 雖然這個國際刑事法院不知所謂 但是聯合國的面還是要給的 所以汪文斌硬硬忍著笑 都要苦口婆心 勸那些法官檢察官審慎行使職權 就是這樣 為什麼在太監面前說生兒子 是說給皇帝聽的 明白嗎 從國際刑事法院通緝普京 我想到另外一個人 他就是我們的前總統特朗普 前幾年國際刑事法院也說要調查美軍在阿富汗的戰爭罪行 當時美國政府的高官包括蓬佩奧博爾頓 甚至特朗普本人都對這個法院發表過十分強硬的言論 甚至軍事威脅 不單止言論的還有實際制裁行動的 比如不發放入境簽證之類 現在普京被通緝 特朗普也都要面臨被捕的局面 他因涉嫌在2016年向成人電影明星丹尼爾斯支付13萬元的封口費 而被麥坎頓地檢官指控他違反競選資金法例 前幾天特朗普在自己的社交平台發文說 他預計會在這個月的21日被捕 號召支持者上街抗議搶回國家回來 搞到紐約和華府的警方都嚴陣以待 但是到那天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他見沒有人來抓就繼續撥火 如果到時真的被捕 他寧願帶著手銬出庭 被全世界看出好戲 對特朗普這種悲壯的行為 這個悲壯是打了引好的 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會覺得很man 但是我就覺得他是適例內入 甚去而已 現在他官司全身同時也在競選中 他最怕的是什麼 不是被捕受審 因為這個已經說被無可避 也不是坐牢被殺 因為這個概率很低 他現在最怕的就是被定罪 塞死了他 重返白宮的那條路 如果案件好像普通案一樣 靜靜地抓人 施施然地審 平平常地判 搞得來 總統競選都已經接近尾聲 問到份 他還有機會 既然是這樣 為何不搞大他 煽動他的支持者 向司法機關私隔 搏鋪 大造輿論 渲染悲情 將自己打扮成政治迫害的受害者 宣傳效果更好 比你花數二億計的錢 來買競選廣告 萬一法庭投鼠忌器 趕快判他的無罪釋放 那真是甚麼仇都報了 不過 你聰人不誣 司法機關都懂得吹吉避兇的 你說我二十一號會抓你 我偏不抓 反正你走不掉的 我等你多叫幾次狼來了 才動手還未遲 你說你要戴著手扣出庭 我偏不讓你戴 還任由你拋敲公堂 惡到生蛇 但是怎麼判就是我作主 我看你怎樣 前有民主黨的資深師爺 後有共和黨的建制精益 特朗普覆會受敵 以他這樣的一個政壇妄夫 怎麼救人玩呢 所以我一點都不看好特朗普會涵於翻山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某個月黑風高之夜 一對聯調局探員 突然來到海湖山莊 首持法官簽的帝霧寧 在門房搞定了特勤局的幾個保鏢 入到特朗普的睡房 小小聲叫醒他 起身穿衣服 扶著他上了警車 留夜開去紐約 天亮之後到達 剛剛趕得到開庭過堂 法官即時被他取保候審 擇日正式聆訊 放法放還歸家 這樣一個場面 是不是又溫馨又安寧呢 這位連近八巡的老人家 除了捱一把通宵 不用付出什麼代價 而國家就成功地避過一場潛在的騷亂 完美吧 以上情節純屬虛構 如有雷同 絕對巧合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講 多謝大家